外交部長喬美蘭和到訪本國的德國外長 舉行聯合記者會 兩人批評俄羅斯借渦輪基問題分化西方 恩亞樂的報導 本國特別批出制裁豁免 歸橫六部在滿地可進行維修的連接 俄羅斯與德國北溪1號天然氣管道渦輪基 第一部渦輪基已經運到德國 不光俄方說欠缺文件證明渦輪基不受制裁 拒絕接收 而且因為渦輪基問題 將管道輸氣量下降至只有兩成 本國和德國外交部長 今天在滿地可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 同聲將矛頭指向莫師傅 我們稱之為他的暴露 現在已經明顯了 普京正在衝擊力量流到英國 德國說渦輪基的文件已經準備好 可以重新安裝到輸氣管 現在責任在俄羅斯方面 在另一個於紐賓市域省聖約翰舉行的記者會 副總理方惠蘭被問到會不會在當地興建液化天然氣出口站 他說本國很幸運 有很多能源 有政治責任在能源安全方面支持盟友 另外對於有報導說本國遺棄駐基庫大使館本地職員一事 喬美蘭否認有收過情報指職員是俄羅斯攻擊目標 他又說本國有開放比職員選擇前來加拿大 報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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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